台北市的萬華在今天中午的時候是發生了嚴重的車禍以外 有一輛小貨車它是直接撞進了公車站 還導致兩位民眾因此受傷 那麼現在最新的監視器畫面也曝光了 可以看到當時這樣小貨車 它直接從最內線的車道往外線横跨了兩個車道衝過去 甚至還一度衝上了人行道 最後是撞上了站牌還有便電箱才停下 而當時有一名民眾他正在看公車站牌的資訊 沒想到是直接被貨車給從後面撞了上去 旁邊甚至還有飢餓騎士也是被嚇了 一定要跳差點就被波及 可以看到這個現場站牌的部分受損真的是相當的嚴重 是被撞的東倒西歪 甚至已經扭曲變形 旁邊這個玻璃也是全部都被撞碎 就是因為這輛貨車它當時是直接衝撞了上去 撞到了便電箱之後才停了下來 而事發是在上午11點多 台北市萬華的萬大路上面 當時附近剛好就是果菜市場 甚至是發生在一間藥妝店的前面 而根據駕駛的說法 他當時從朝上下來是突然發現自己的煞車失靈 才會試圖要上人行道來進行減速 而最後就是撞上了這個便電箱 才讓整輛的貨車給停了下來 但是他怎麼會選擇公車站 但其實目前大家也是相當的疑惑 而這次的車禍也倒是有導致兩個為民眾受傷 分別是72歲的老翁還有88歲的老翁 兩個人都有開放性的骨折 那麼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 目前都還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